到桃園机场视察第三行下工程进度 行政院长竹荣泰标青有些凝重 或许因为国会改革复议案被否决 政院只能接受下一步申请示线 全世界最远的距离 就是在国会里面 从直巡台到被巡台的这个距离 我们寻求宪法上给予行政机关 宪政机关应该有的救济 国会改革法案最快下周五生效 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 可沿拟法律公告后提请示线 以及暂时处分 总统会支持政院提示线吗 对于行政院以及立法院民进党团 都表示要提示线申请 总统府予以尊重 而总统也会在收到咨文之后 审慎评估是否申请示线 不过学者分析 不仅示线通过有难度 暂时处分也可能被打枪 到时势必会出现几个星期 到几个月的空窗期 这个权力或者是公共力 是有难以恢复的损害出现 那我觉得这一点而言 从目前来观察来讲 其实是蛮困难的 但不止四大宪法机关分进合集 民进党中央宣讲活动 也会继续维持视线热度 而民团也点名五位国民党部分区立委 包括张家俊 王玉敏 谢龙介 柯志恩 苏清泉 就算不会被罢免 2026选举也可能被威胁 我们规划在今天之后 会一直到7月16号 立法院临时会结束之前 都会持续的来进行全台的 一个宣讲的一个活动 反观冷音支持者也不遑多 让自治罢免绿营首版 随附议被封杀 朝野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法律与罢免战场 TVBS新闻里国政城邢 台北从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